现在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获胜队伍杰克 那么呢他们会去到深圳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那今天呢我们有教练还有巴尔温在这里 首先魏佳教练 您跟您的这个团队在获胜之后先说了什么呢 我说其实是像波波威奇跟我们打的时候 我说哇哦 你们的团队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表现啊 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期望值 那这一次获胜啊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非常期待的 作为国家来说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谢谢教练 那未来的话 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机遇是什么呢 巴尔温 我想其实跟教练说的一样啊 就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场比赛 今天我想啊 如果没有我们最佳的这个球员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获胜 那最后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我来自于新华社 首先呢要祝贺你们 你们这个团队啊 打败了昨天差点击败美国队的这支球队 你们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的球员呢 他们是真的为了自己的承诺去打 为了我们国家去打 他们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倾注了权力 这个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要跟更强大的团队去对阵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这场比赛是跟土耳其的这一场比赛 因为大家都是欧洲的球队 觉得这一场实际是最适合我们去打的 来自于FIFA 那要问两位 您呢今天最佳的球员 其实现在并不在现场 有多少部分的这个责任是落在萨托兰斯基身上 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责任的话呢 也是在落在巴尔文身上 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控球 这是我们在这个内场所做的 那说到托马斯的话 他是我们团队的领导者 他一直都是为团队去努力 我在视频里面也是提到 他是非常专注于每一个细节 有这样的队员是非常重要的 有他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呢他是一个明星 当然也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所在 因为他还是很年轻的球员 那可能在17年18年的时候 加入到国家队 不管他是不是还很年轻 在这个场上也好 场下也好 他在每场比赛当中都证明了自己 来自于FIFA TV 想问一下 在今天这样一场的精彩的比赛之后 在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期待呢 是打巴西或者是希腊或者是新西兰 我想针对巴西的话我们一定会捷径全力去拼 打土耳其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会打得更好 我们是一直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什么都可能发生对吧 如果一个月之前你来问我说我们跟土耳其来打 我可能会说这个不仅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有20%的这个胜率 这就是篮球 那我其实打了很多比赛 那我想不管是哪一个球队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强的球队 那有的人可能说呢 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了 但是还不止如此 那我想这个是已经过了很多年 我们希望能证明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杯 然后我想我们能够去展示说 我们是值得这个赛场的 我们是值得这个赛场的